哈囉大家好我是蒟若 這次要講的主題是 女朋友一直壞 難道對他好也是一種錯嗎 我發現有很多剛談戀愛的人 甚至是已經交了N個女朋友的人 都常常會犯一個很嚴重的錯 就是對自己的另外一半太好 各位千萬別誤會喔 這邊所指的不要對另外一半太好 不是要你從今天開始造三餐動手打人 那個叫家暴好嗎 我所指的是你不要每天都對他那麼好 兩者是有差異的 舉個很簡單的例子 假設你每天都可以提供100分的好 可以送給你的另外一半 但是你每天只拿出50分給對方 輕鬆無負擔也不會累死自己 只有在一些特別的日子 例如什麼情人節生日等等的 或是你心情好的時候才拿出80分給對方 因為對方已經習慣了你的一天50分 所以在這些特別的日子裡面 對方一定覺得很感動 因為你比平常多付出了另外的30分 但是如果你每天都固定拿出90分給對方 當特別的日子來年的時候 你能給多少 最多也就100而已嘛 換句話說你只剩下額外的10分可以使用 雖然你覺得你有比平常付出更多 但是在對方眼裡那只有10分 你還是不夠努力 再說每天都拿出90分 你總有會累的時候吧 所以你可能偶爾只能拿出80分 這時候對方就會幹嘛 覺得你今天對他不好 然後你就會開始聽到很耳熟的話 你今天怎麼怪怪的 你是不是不愛我了 一樣都是付出80分感覺就是不一樣 因為一個會讓女生爽翻天 另外一個會讓你們炒翻天 還有男生朋友們請記住一件事情 永遠不要在特殊節日裡精心策劃搞什麼大場面 或是送大禮等等的 想像一下今天你女朋友生日 你用你辛辛苦苦存了半年的薪水 帶她去看你不想去看的電影 吃你從來沒有吃過的豪華高檔餐廳 住一碗要價2萬塊的五星級Motel 來送她名牌包包項鍊 你覺得你女朋友會不會很開心 當然開心嘛 花的是你的錢愛死你了 那我請問你 明年生日你打算怎麼幫她慶祝? 因為你今年已經搞這麼大了 就像我剛剛講的 你100分已經全部給她了 你就只剩下兩條路可以走啦 一個是維持跟去年一樣 另外一個是過得比去年還要好 因為女生心裡一定會有所期待 去年你讓她過得這麼爽 她心裡面一定會下意識的認為 今年一定也是這樣 好期待喔 所以只要你沒辦法繼續保持下去 對方就會覺得你沒那麼愛她了 這時候你就會知道什麼叫做 從美麗變成暴利 這就是人類的天性 所以你們知道我結婚第一年 帶我老婆去吃什麼嗎? 很簡單 巷口小吃40塊錢滷肉飯 第二年巷口小吃50塊錢滷肉飯 大丸的 第三年巷口小吃60塊錢排骨便當 以此類推 今年2018年她終於可以吃到麥當勞了 當然是開玩笑的 不過該慶祝還是要慶祝的 只是分寸記得要拿捏好 千萬別把未來的自己給累死 記住追女生靠的是膽識和手段 日後的經營靠的則是你們的智慧 這次的一個人就上到這邊了 我是橘若謝謝收看 想了解更多有關於兩性的議題嗎? 歡迎大家可以訂閱我的頻道喔 橘若的聊感情我們下次 GEEE GEEE